可能他们看我戴了眼镜 然后看着长得比较斯文 然后有一种这种假象 其实我从刚练的时候 初中开始 初二初三的时候就开始戴眼镜了 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戴 其实其实那个时候也不知道 也确实到现在也没有影响 也没掉过 因为它对于我们这个项目 可以说就是领军的人物 然后也是曾经最伟大的存在 然后我们年轻的一辈 也是有许多就是以它为榜样 然后在就是向它靠近 因为确实它带给我们的这种力量 和这种非常就是强大的这种信念 然后在支撑着我们 就是也是向它靠近嘛 然后就是争取也能成为像它一样的运动员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